今天国内的网上又传张一山可能会由于吸毒嫖娼被抓进监狱了 他的影视作品全都下架 现在张一山已经发表声明说这些都是造谣要追究法律责任 但是之前由于这个吴一凡和李一峰出了事都发表声明 说是造谣但很快就打了脸被抓进监狱 那么这次张一山是不是重蹈覆辙呢 有意思的是吴一凡李一峰张一山都出染了老炮 如果张一山再进去这个老炮就太有意思了太全了 之前这一个节目里电影里被抓进两个就被网友一片哗然 如果张一山进去就更有意思了 但是张一山真的能进去吗不一定 由于他属于北京的高干子弟了 你想张一山是童星 那个时候能当童星那家里的背景是不一般的 而且京圈很长时间在影视圈他们是主导地位的 只不过后来由于查税务问题 这个像冰冰也属于京圈的 其实由于查税务问题 这个冰冰呀 还有那个什么王中磊呀 他们的那个公司都就说已经不行了 北京文化的大头也被抓了 慢慢的这个京圈在影视圈的这个影响力才下来 但是呢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即使这样 这个张一山号称京圈太子爷 据说他和韩红的关系不错 韩红到现在也执掌着这个京圈的人际关系脉 所以有可能这个张一山是个特殊 这回可能即使有这个事 他也抓不进去吧 后续结果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